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又是前往亞洲戰場之路 真以滿臉幫Matt補血的系列 其實上一部影片我覺得沒什麼好真的 我做每一部影片的出發點都是對於某一個議題的好奇心 查了資料再翻譯加上些許的個人意見就完成啦 很多人說還是蠻理性的留言區 因為我丟出的都是事實 真的沒什麼可懷疑的 但還是可以看到另起爐灶之評論 簡單可以分成兩塊 第一種就是我比較喜歡日本 順便討厭中國一下 第二種是日本可惡有一天會被復仇的 啊啊啊 哼 對我而言立場都蠻明顯的 在我盡量理性和提出事實的影片內容下 顯得搞笑 而且都不是我影片想講的重點 注意是有沒有道歉 不是應不應該 一個就是事實 另一個就會牽扯到一堆情緒 總而言之我覺得大部分的觀眾是理智的 今天想來討論有關日本對於二戰 他們刻意放掉了哪些部分 影片內容是根據2013年一位日本人 日本人喔 大井真李子所寫的報導 他認為大部分的日本人忽略鄰國在1930-40年代對他們的不滿 想要有更全觀的認知 於是輾轉到澳洲念書 從原人到20世紀初 這將近數百萬年的歷史 日本規劃是需要在一年的課程中上完 作者說很多老師根本敢不玩進度 所以後續就得靠學生自習 918事變和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各有一頁 其中日軍進南京的燒殺魯略 將中國和韓國人送往礦場 以及二戰時期的慰安婦都只有簡單敘述 作者當時想知道更多日本在二戰的所作所為 於是赴澳洲選擇歷史當作國際文憑 在澳洲的課程不會依照時間軸循序漸進 而是挑出世界史中的關鍵點來鑽研 他的第一篇英文文章主題就是有關於南京的強暴 因為很多爭議存在中國釋出的30萬人被屠殺的資料 他花了6個月的時間搜尋雙方所提供的史料 他發現有些日本人是不承認這件事存在的 藤剛信聖先生一位東京的大學教授 他說南京所發生的事是有死傷的戰場 但沒有系統性規劃的屠殺或強暴 他說到中國政府有請男女演員假扮成受害者 讓日本記者去採訪報導 中國政府提供有關屠殺的照片全部為作假 因為同一張斬首的照片是出自於國共內戰時期 當時才17歲的他沒有當下做出評論 日本教科書淺淺帶過的事件在中國方面有詳細陳述 同樣在韓國政府教育組織也會比較強調當代史 教育方面針對同一世 一個過於輕描淡寫的另一方則是如數家珍 了解出發點的不一樣就能理解 為何首相參拜經過聲色 一個供奉戰死日本士兵的標誌 會引起鄰國踏乏 而少數日本人會覺得又沒什麼 他同時也採訪了同事在日本救途大學的日本人 結果他們說沒有聽過威安婦 南京大屠殺事有聽說和稍微認識 歷史都著重在於很久之前發生的事 例如SAMURAI 武士時期 918事件和日本對朝鮮半島在16世紀的侵略 能解釋為何日本會被鄰國視為敵人 學者松剛環女士在大阪教中學歷史 就積極面對日本二戰所犯下的戰爭罪 也有到中國訪問數百位在南京的日本退役勞兵和中國的受害者 他說道 我們的教育系統讓年輕一輩會覺得很厭惡 當聽到中國和韓國的抗議 因為他們沒有被教導有關於鄰國再抱怨的部分 這位學者的訪問紀錄 優趣的是還有包括日本老兵的口述 不僅他們承認自己的過錯令人意外 另一點是這些當時頂多20出頭的士兵 如今都已經快進棺材了 松剛環女士和之前提到的藤剛信聖先生 剛好站在隊裡面 就像今天的留言區一樣 他的著作就被藤剛信聖先生所創建的復興國家主義團體攻擊 在1996年創建的日本社會組織 對於日本的教科書系統隱約對亞洲鄰國會表現出同理心表示不滿 在2001年日本社會主義也成功將愛國版教科書推入學校 對 現在也還有想要復興日本帝國強盛的組織 這舉動在當時引起中國韓國政府和民間大法 不過事實是這本教科書的確掀起討論 但沒有獲得日本教育界太多支持 只有少數學校採用 日本針對中學教育指導的發言人表示 日本學生都要被教導有關日本對於鄰國造成慘烈人道損害的二戰歷史 這代表說學校必須提到日本在1930年代的軍力擴張和對於中國的長期戰爭 總而言之歷史材料是明白攤在那裡 要多拿或少拿什麼就像是自助餐一樣 通常都會依照自己國家政治考量多退少補 日本學生最先認識的日本本國歷史在小學六年級 這一年中有超過105小時的課程 就如同上面提到會有點來不及對於二戰的部分 到了八年級也就是國二會學到日本之餘世界的歷史 會有差不多130小時的課程 有七種歷史教科書獲得政府批准學校可以斟酌選用 然後到了高中日本學生可以選修世界史 這和我小時候在台灣的歷史教育不太一樣 我記得高中有分成台灣中國世界各有一年的時間 也是和日本一樣照時間軸趕進度沒有深度討論 我覺得教科書如果容易有偏頗每次教改都要吵 可是現在有網路大家可以自己查不同的觀點 我還記得大學有兩位教授都有明顯的立場 一個偏所謂的台獨 另一個偏台灣比較少見的紅色 我兩堂課都去聽也想瞭解 而且到了大學的討論空間增加相對風氣較為自由 老師應該多鼓勵學生討論 像今天這位女記者的報導 看了兩方的故事做了六個月的研究 都還不敢親自下定論 只能說對於政治現象有一點解釋而已 這大概就是日本教科書對於惡戰的認識介紹 有要面對日本戰爭罪和認為不需要洋惡遮善的觀點 想知道更多有關歷史和遊戲的結合資訊 都歡迎訂閱點玩之夜 別忘記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的話大家就會同步被同志煩死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